收看 创意比财近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红准 在10点到10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加权股价指数呢 目前盘中上涨了150点 上涨150点 那在上周五呢 在大家最恐慌的那个时刻当中 其实我有提醒大家过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说 当我们的BIOS指标 它已经来到一个极度恐慌区域的时候 它必须要收敛跟军期的价差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去砍股票 我告诉你 你很容易错杀在相对的低档位置 你这个时候 你要做的决策是什么 你应该反过来思考的是说 什么样的股票它是被破杀的 什么样的标的它是有资金在做转向的 它是有资金往那个方向在做移动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 大盘跌下来的这段时间 其实我们并不恐慌 我们反而要找到未来的机会去做布局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谈说 你要找到资金的流向 只有资金的流向 它能预告给你未来行情的方向在哪边 所以技术分析的最高境界 就是带你看到未来对不对 所以当大家都在恐慌的时候 我用技术分析的角度告诉你说 这里已经来到极度恐慌了 所以你不能再害怕 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 只有在黑暗之中 你要去寻找未来的流星在哪边 你要找到未来的明日之星在哪边 操作它是有一套公式跟方法在做运行的 比如像说 现在大家最热门的一个新闻是什么 大家都在讨论 最近是不是有一些死猪 然后飘到金门了 然后甚至有一些飘到我们台湾的金山区域 大家都说这个是一个中国对台湾所实施的一个深化战争 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议题 这个重要的议题会不会延伸出来 一个是危机 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畜牧业的发展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转机 有一些替代品的需求 有一些替代的肉品的需求 接下来又是年底的旺季的时候 这些替代品的需求会不会开始提升 现在虽然猪瘟还没有到台湾来 还没有引发到台湾来 可是心理上面的那种压力 已经开始慢慢浮现出来了 所以当媒体的报道越来越渲染的时候 当政府的动作越来越大的时候 当然就会引发整体市场上的恐慌 所以在年底的时候 我已经跟大家讲说 你要特别留意的是 下一个重要的租瘟概念族群 对不对 什么样的租瘟概念族群 就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替代品的需求 就是替代品的需求 但是这个替代品在发生之前 资金的流向会决定 未来行情的方向在哪边 所以有些钱已经开始去做布局了 有一些资金已经开始 往那个方向去做移动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当时在12月 12月14号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会发现 租瘟概念族群呢 是因为浦丰这档股票 已经开始有资金在做转入了 已经开始有资金在做转入了 所以当这些资金在做转入的时候 自然就会带动了 自然就会带动相关一个产业 跟一个族群开始大量的资金流入 从一档股票开始 然后变成整个族群的上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1215的浦丰对不对 1215的浦丰上周五创新高 那1210的大成呢 今天盘中一度再创新高了 一度再创新高 那这一些个股啊 你比较起来 他们是不是在创新高的同时 大盘啊 大盘都还在月线啊 都还在月线之下啊 所以当资金在做转入的时候 它会从一档个股 开始慢慢延伸出两档 开始延伸到三档 然后变成整个族群呢 一起轮动起来 那如果你没有掌握到 那个轮动的节奏啊 就算你买对股票 你都有可能买错价位 买对价位是不是很重要 很多投资朋友们 你们可能曾经手上都握有标股 都曾经赚过标股 但是你可能一买下去之后 很快的你就把它卖掉了 那你遇到损失的时候呢 你反而会一直放着 你不愿意去做停损的动作 然后导致你的亏损越来越大 现在你手上握的股票 你检视看看 今天大盘回涨回来 你检视一下你手中的个股 很多个股是你该换的 你必须要换 该留的你必须要留 你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在大盘涨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们在单股会员的操作方面 我一直跟他讲说 一档股票 一档股票定高级就是 一档股票就是跟你拼输赢嘛 所以当我们来 当我们用单股的操作的时候呢 你更必须要掌握这个节奏 你更必须要去掌握 整个操作上的技巧 这个最能够看出一个操盘手 他的实力所在嘛 所以8到12月份的时候 指数是不是一直都没涨 甚至他大跌将近千点 大跌千点 但是因为我们的操作 逻辑上是正确的 所以即便是大跌千点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样可以获利嘛 我们一样可以获利啊 所以8到12月份 我们只出手了9次 我们只出手了9次 但是错了两次 错了两次 另外7次都是对的情况下 自然能够创造46%的获利 46%的获利 但是同一个时间点 如果你是买大盘 你是买大盘的话 它是怎样 它是跌了1000点 甚至现在还没有回来 上周五还在破底创新低 对不对 上周五还在破底创新低啊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得到呢 是因为我知道说资金的流向 它可以告诉我未来行情的方向在哪边 所以我把金流选出来的个股 我放进口袋名单 当我回撤支撑的时候 我勇敢买 我的节奏只要一选二回三大壮 我掌握节奏自然能够战胜大盘 所以当我在掌握节奏的同时啊 我也示范给你看嘛 当股会员的最后的一档操作是什么 晶圆店对不对 当时我跟大家讲说 这个是量缩整理之后 沿越线走高 带量长虹测试支撑 你要找买点 你要找买点 重点不是在于长虹啊 重点在于测试支撑的时候啊 测试支撑的时候你要找买点 所以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当你在测试支撑的时候 指数永远是最恐慌的 当时的指数是大跌99点 大跌将近百点哦 然后这档个股跌到快跌停板 打到快跌停板 我们就选择在那个时候靠你去 21.65元买进 你可以在21.65元成交 因为市场上非常恐慌的时候 你想买多少 你就有多少可以买 你回过头来看 如果当时你没有买的话 当时你的买点不是在那个低档的价位的话 很不好意思你在盘中一定会被洗 一定会来回的一直被洗盘 当你一直被洗盘的时候 你的股票自然会抱不住嘛 那你抱不住的话 这档股票你怎么赚到一个波段 你怎么把它拉到最高点呢 所以每一档个股它的节奏不一样 它的操作的tempo不一样 那你必须要了解这档个股的属性啊 外资做的股票跟内资做的股票 他们喜欢的模式绝对不会相同 不代表外资的股票一定特别好 因为很多很多外资在操作的 他们的绩效其实烂到一个不行 他们的绩效其实差我们差了很多很多 但是因为我们的灵活度 我们有公式跟方法 所以我们知道说什么时候我们该进 而且什么时候该退 所以当你知道的操作的节奏跟方法的时候 你只要一档接着一档 错的时候你懂得去停损 对的时候你要把它拉高到最高的获利 当你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程度的时候 自然财富就会开始出现飙涨 这个就是一套操作的公式跟方法 说穿的它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啊 它真的非常的简单 它就是用金流选股的方式 它先告诉我哪一些个股它是有钱在买的 当我回撤支撑的时候我就勇敢买进嘛 一选二回三大转你掌握节奏你自然能够战胜大盘啊 所以我们的操作模式 当我选择一档个股它是有钱在买的 为什么它一定要有资金布局 你现在手上的股票当中啊 你有发现喔很多你手上的个股啊 其实现在没有人要没有人要 因为当资金不在它身上的时候 它不再会是市场上的主流 当它不是市场的主流 当资金都在往一些20分30分的股票 开始流向80分90分的那些个股的时候 那你还在握着那些考试成绩很差的个股 那你当然没有办法去赚到 那些考试成绩很好的标的啊 所以把你的想法跟观念再改变一下 这里是很好的时机喔 你看到大盘啊 大盘新天虽然涨了 现在涨得快200点 盘中涨得快200点 可是呢它都还在月均线之下喔 它都还在月均线之下 假设我们以技术分析来看的话 这里是跳空缺口 这里也是跳空缺口 如果它这边是一个Morning Star的模式 那未来它要走上去的话 它会再挑战9800点的新高 甚至说我昨天啊 我昨天在我们的传真稿里面 上周五在我们的传真稿里面 我已经讲了 台股是有机会再占万点的 它是有机会再占万点的 因为这个时空背景因素太多太多了 很多过去的利空变成了利多 以前大家最害怕的事情 现在变成一个助长的效果 所以台北股票市场要回到万点 基本上不会太困难 但是不论行情的涨跌 重点是在于你操作的节奏 有没有掌握好 下一个阶段我会告诉你 什么样的族群 会是未来市场上的主流 而且是2019年 你一定要去把握的重要一个关键 如果你错失了这个重要关键 你又掌握不到节奏的话 那很有可能在2019年 就算台股再回到万点 你可能都赚不到钱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 竞交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闪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证您不再忘卜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地震速播 零二 八 七 七 三 八 八 五 九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零二 八 七 七 三 八 八 五 九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证您不再忘卜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地震速播 零二 八 七 七 三 八 八 五 九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零二 八 七 七 三 八 八 五 九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证您不再忘卜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地震速播 零二 八 七 七 三 八 八 五 九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零二 八 七 七 三 八 八 五 九 零二 八 七 七 三 八 八 五 九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不自行宰杀 不畏食 不接触 三 八 五 步 勤防护 人间处处有情天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红准 在10点到10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目前加权股价指数盘中极了 已经上涨了将近190点 已经上涨190点了 所以台北股票市场 在大家出现一个极度恐慌的时候 只有我跟你讲说 这里你不能害怕 你要买什么 买资金 买钱在买的股票 第二个你要买什么 买被错骚的标的 你要怎么去选择资金流向的标的 最重要你要看得到 你要使用金流选股的方式 当这些钱在买进去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些讯号 这些讯号一旦出来的时候 它会从一档个股 带出整个主流的族群 你只要从这些主流族群当中 一档接着一档去挑选就对了 比如像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说 被动元件它是主流的时候 涨价题材族群对不对 现在下一个主流在哪边 2019年你最重要 最重要你要去关心的主流 又是在哪里 这些东西一定都有资金的流向 因为钱在买的标的 那个才是市场上真正关注的焦点 否则你看到很多很多 有一些可能现在人家跟你讲瓶盖 或者是跟你讲其他的族群 它可能现在资金流入的量 还不是太大 所以它还没有办法形成主流 但是有一个小主流 它慢慢在往外 在往外延伸当中了 这个就是5G的部分 第一个当12月 11月22号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3163的波罗威 其实5G的主流在11月份的时候 早就已经成型了 早就已经成型了 当时之前在5G在发展之前 我已经跟你讲了 第一个我们先做了解敏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资金流向 又回到5G的时候 11月22号3163的波罗威 已经开始有资金在做转入 但是有钱再买 不是叫你马上要去追 不是要你一直下去追追追 如果你的股票都是用追来的 那很抱歉你真的不会幸福 你要找到的是 未来的机会点在哪边 买点在哪里 你要看准时机再出手 所以孙子兵法胜负理论三原则 它告诉我们三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你要有不败给敌人的条件 第二个你要等待战胜敌人的时机 第三你要预测敌人的战绩 你不能蛮干 所以当时我也跟大家讲说 就算我看到了这档股票 我不能挤 我真的不能挤 因为你一挤 心急吃不了热稀饭 你心一挤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买到未来主流的方向 我们要怎么去做布局呢 就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一选二回三你要大赚对不对 当我们在选择到好的标的的时候 买点就是在他回档的时候 买点就是在他回档的时候 你要等他回档 是因为你要你的成本 必须跟主力差不多 你的成本必须要跟大户们差不多 如果你擦他们太远他绝对会洗你 就跟金元店一样 你买在相对高档的位置 你是用追来的 主力一定先把你洗下车 他如果不洗你 他的筹码不会稳定 他手上握的量不够 所以他就不会想去拉抬这档股票 可是当他清洗过后 当他洗完了 他一定会做回撤支撑的动作 这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 这一档股票要大涨特涨了 可是当他回撤支撑的时候 全部的投资人的想法 全部都改变了 但是这一档股票的资金面 有没有变 当他的下跌是带量缩的时候 这很明显的就是洗盘 这很明显就是在清洗筹码 但是一般的投资人 你绝对看不出来 你绝对看不出来 你只看到股价正在下跌 但是我看到的是 当他回撤完之后 有机会的时候 我要进场去做布局 所以当我5G概念股 他回撤的时候 我要进场 我要买 那我的买点在哪里 在38.5元 对不对 你当时都可以成交在38.45元 在12月28号的时候 12月28号的时候 所以当时指数重挫173点 指数重挫173点 这档股票差点拉到涨零板 差点拉到涨零板 涨了9.32个% 在1月2号 现在台北股票市场 从2019年开春到现在 都是在重挫的情况 都是在大跌的情况 所以你看到大盘 到今天1月2号 都还没有回到 才刚回到它的底部区域而已 才刚刚回到它的底部区域而已 可是如果你是投资这档标的的话 你是赚钱的 你是赚钱的 但是你的就算大盘 就算这档股票再好 你的买点错了 它都会洗你 它一定会洗你 所以隔天大涨的时候 当天大涨将近亮灯涨停 隔天再度开高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洗你了 它是不是就洗你了 一根长黑下来还带亮 你看了你不会害怕吗 当你害怕的时候 你没有卖在一个 相对高档区域的时候 不好意思 这档股票你又错失掉了 所以我们使用的方式是什么 我告诉你说 这档股票当我1月3号的时候 我们选择43元市价出行 两天的时间我们先赚12%起来 两天的时间我们先赚12%起来 我不需要卖到最高点 可是至少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当时我们卖完之后 这档股票是不是打到什么 是不是直接打下来 跌了将近6% 所以你有没有避开 你有没有避开这个洗盘的动作 为什么我们当时会避开 因为我告诉你说 BIOS它已经来到一个新高了 当它来测钱高的时候 当然它的卖压就会出来 当然它的卖压就会出来 所以你要先避开之后 拉回就算你拉回 你再买你都不迟 但是这档股票我暂时不会再碰 我暂时不会再碰 因为你看它的BIOS就知道了 当我的BIOS来到新高的时候 我在这个地方我去追价 我去追价 如果它要洗 它的幅度会高打哪里 高打将近两成 高打将近两成 所以我宁可有耐心去等待 我现在要有耐心去等待 我等待这档股票回档的时候 我等待这档股票回撤的时候 我才要去买 可是我也跟你讲说 当一档股票开始出现 一个族群性的时候 开始从一档股票 开始延伸出来一整个族群 而这个族群会在哪里 它就是在5G相关的族群 对不对 所以你虽然看到说 今天波洛威 虽然指数大涨 可是它并没有像过去那么凶猛 它并没有像过去那么凶猛 但是资金流向了谁 资金转向了 同样都是5G概念族群的个股 包括3234的光环 今天涨幅高达7个% 包括4979的华星光 今天涨幅高达6个% 这些都是今天在创新高的个股 包括3234的光环 今天是不是也在创新高 是不是也在创新高 但是你从它的获利面来看 每一档个股都是赔钱赔得要死 今年都是亏损的状态 那为什么股价它会涨 但是你能买点错了 就算你选的股票 你都不会赚钱 其实你看一下 光环的部分 它不是今天第一天涨而已 它曾经在11月份的时候 也曾经大涨过 但是如果你是追在这个地方 拍赛 你到现在你只是刚解套而已 你只是刚解套而已 4979的华星光也是一样 如果你买在相对高档的位置 它在洗盘的过程当中 你受得了吗 操作的公司跟方法 你要怎么去做 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买点 去做布局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金流选股你要放口袋 回撤支撑的时候 你要勇敢买 一选二回三大转 你掌握节奏 你自然能够战胜大盘 行情的涨跌每天都在发生 每一天的状况都不一样 今天涨 明天可能会是跌的 但是在涨跌的过程当中 你只要能够保持 你的心情 你的操作的 情绪上的稳定 基本上你就能够 在股票市场当中 赢过一大半的人 你就已经站在赢家的位置上 巴菲特一年 也不过才赚20%而已 20到30%而已 可是他却能够成为市场上的股神 但是我们其实 我们有很多的内支阻力 他的整体的胜率都是超过他的 都是赢过他的 所以其实很多的 真的市场上的专家 其实并不认同巴菲特的那一套做法 但是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要有更高的胜率 才能够创造一个新的奇迹 所以你看到说 指数一样大跌的过程当中 最近巴菲特不是赔很惨吗 巴菲特最近都在赔钱 那同样的状况底下 我们为什么可以利用这种方式 利用一选二回三大赚的方式 然后一样创造绩效出来 我不可能每一档股票都是对的 但是只要节奏上面掌握是对的 就算你成绩有亏损 就算你成绩是错的 只要你能够掌握节奏 未来一样 都能够赚得回来 只要你能够掌握正确的操作模式 只要你能够掌握战胜大盘的模式 基本上你就能够享受财富飙涨的感觉 行情的涨跌都是一时的 每天都会改变 但是你的操作的节奏 跟你的方法绝对不能变 比如像这档股票 4989的龙科 同样一个时间点 大盘资金在做转入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我要拉回测试再买 金流讯号已经告诉我了 但是我不能急 当你一急的时候 星期吃不了热西饭 所以它马上就会洗你 它马上就会洗你 当你被洗完了之后 自然而然它就亮灯涨停了 但是你没有买到 我们买点在23.6元 当我们买进之后当天亮灯涨停 可是很多人却在这个地方 被清洗出场 被请出场 所以你要不要回测之声去买 很重要 这个买点才是你必须要去掌握的 对不对 当你买点对了三天的时间 你可以赚18% 那你要怎么卖 你要用移动停力的方式来做出场 那你移动停力就是很细微的 它必须随着市场的状况而改变 所以我们当时成交在27.5元出清 5天的时间赚了17% 100万你可以赚17万 5天的时间赚了17万 100万你可以赚17万 17%而已 17% 所以4989的龙科 今天亮灯涨停板 因为有钱在里面 有钱在里面 当资金在里面的时候 它还会再做第二波 但是你又没有回测的时候再买 我卖在这里 然后拉回测试支撑了 所以操作的公式跟方法很重要 一选二回三大转 你只要掌握节奏 你才能够战胜大盘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运动财经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强名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正清锁定运动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证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证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证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您的新台币已经超额 会被海关没入